跟大家过去想象的不一样了 大家都说日本已经走出了失落的30年 而现在连房地产市场 过去只有外国人可能觉得日币很便宜 在这个地方置产 好像对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很值得 但是现在连日本人自己脑筋都换了 日本人也要开始买房子了 我们来看到过去 这个日本的房市几乎动涨 不太会动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 在这个日本它的平均房价 连续两年突破了五千万日元的一个关卡 同时呢 它的房价是连六年创下了历史的一个新高记录了 好 它的房市也开始回温 为什么连日本人自己都要开始买日本的房产了呢 那是不是我们外国人更有机会呢 我们来请教一下世宗可 对 没错 我觉得日本真的是走出这个33年不景气的这个局面 你可以看到从它的房地产在价格再往上升 就是说过去通缩的环境已经结束了 那为什么会连续五 连续六年再往上涨 其实很简单的原因是因为呢 目前为止外资大幅的涌入到日本去买 我们就讲以台湾人来讲话 你可以看到台湾人你看过去几年 从1819 2021 2022 你看往上翻 你看22年的时候就已经交易到447亿 那今年的话预估又可以再创新高 所以他们真的看了就会下手吗 真的下手 我讲我自己的经验 我去两次的时候 第一次来说话我们同团人 大概买了大概四千多万台币 折额日币大概是快要一亿左右 那第二次来说也买了三千多万台币 所以也真的是有 我本来以为说就大家去看嘛 就没来真的真的就买了 所以要以首都圈的房价 你看到它是不断的在往上冲 它是新大楼的平均的这个成交价 已经来到六千三百万台币 日币左右一个状况 那以这个整个日本 不是只有首都圈在涨 整个日本的全国的这个公告地价 大概二零 比二零二三年大概涨到一点六趴左右 已经创了这十五年来的这个新高 以前我们的印象都是日本房子不会涨 对 你就是赚那个租金对不对 但是现在不一样房价会涨 现在等于说有两个嘛 你就是说你除了租金的需求 因为以日本的租金来说 租金报酬率大概是四趴左右 我指的是扣掉成本之后 他明目上大概有六趴 但是你大概可以赚到四趴 那如果再加上说如果你这个房地产又涨的话 当然所以外资为什么一直去买 那当然外资来说 我们就讲台湾人买的其实都是在东京附近 但是如果你是买这个比较周边的话 可能外国人会去买这些 像神爱川 千叶线 祁育线 那个地方平均的房价大概是一千万台币 一千万台币来说 你说一千万台币你可能很模糊 我跟他讲一平的单价大概是五十万左右 五十万台币左右 而且我说是食品 日本是食品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他们真的相当具有这个吸引力 那于是外国人进来 那于是本地人也开始买 不过他们现在是比较担心是什么 他们担心说那会不会这波买盘 没了就没了 没了之后就可能房价会有下跌 但是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话 这个可能约莫还有一到两年左右的 这个买盘应该还是会存在 因为毕竟房价你用东京相对于台湾 或是东京相对于香港或是东京相对于 这个其他亚洲城市 的确是比较低 那么你看到我们就讲 东京有二十三区 那二十三区来说的话 你当然还是如果一般人来我们去买的话 你最好还是买一些精华区 比如说像是四田谷区 文京区 三病区 还有这个所谓中野区 这些比较中 比较中段的这个地带会比较好 就中间的那些地带会比较好 那当然因为你比较中间的这个地段来说话 就相对会比较贵 我们以这个目前的二十三区的这个房子 我跟大家讲 像这个台东区 台东区来说其实是比较旁边一点点 他的目前十坪十万 然后总价是两千九百万 两千九百万折合新台币 大概是六百五十万左右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大概一坪是六十几万台币 但是我讲是十坪 他们是十坪 所以如果你换算成台湾的话 你大概再乘以一点三左右 就除一点三 大概就是乘以一点三 就是台湾的那个状况 所以其实他们是相当相当的 所以你如果用台北的房价去想像他的话 他真的很便宜 对 很便宜 如果你如果用这样十坪来算 换算回来的话 大概台湾可能一坪要卖到 大概約八十几万 所以你看他六十几万 所以算是便宜的一个状况 另外我们再看 我们直接给大家看下面 比较几个比较重要区域 第一个新宿区 新宿区大家都知道 新宿是这个非常标性 十六坪七千四百万 那如果我帮他大算七千四百万 大概約莫 折合新台幣是一千六百多万 那你除以十六坪 一坪一百万 新宿区 我觉得大家听到新宿 就是相对于我们的信义区 信义区一百万 另外下面还有个丸之内 丸之内这个地方也是很热闹 对丸之内 丸之内线的这个心中也占这个地方 你看他也是七千六百万 折合新台幣大概也是一千多万 除下来大概也是一百万 所以你看你就知道 其实以日本的这个房子来说 其实你用台湾的这个眼光去看 其实他真的并不算贵 而且他也是长期持有 所以我觉得对一些 像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说 他们觉得很有吸引力 因为如果你对比上海北京 或是广州跟这个深圳 跟这个东京房价 其实东京房价不算高 一样都是一线大城市 结果东京反而比较便宜 对 没错 事实上以目前首都圈來說 他房价一直往上涨 连六年创历史新高 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他有非常多新的这个开发案 包括说如果你去看的话 现在在这个港区或是很多区 现在其实都有在一些 新的这个建设在进行之中 而且日本房地产看起来的话 因为已经走了二十三年 三十多年的不景气 所以我觉得慢慢是 的确会比较好 那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我们一般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可能去东京买都会买套房 但是目前为止来说 可能你要买稍微大一点点的房子 为什么 因为套房的需求 大概是已经紧绷了 你现在可能买的话 就是说以一房一厅 或是两房一厅为主 稍微比以前套房大一点 对 大一点点 那不要买这个两千万日币以下 为什么 因为两千万日币以下的话 其实你要去日本买房 你可以在那边 跟台湾的这个公司借钱 但是一般来说套房 他比较不愿意住 借给你钱 比较难贷款 对 比较难贷款 所以如果你要贷的话 还是可以贷 但你可能要比较中大坪数 一点点为止 那当然日本有一些 鼓励外国人自产的一些政策 包括说你看 五年之内转售的税率是30% 那五年之后 五年之内是30% 五年之后是15% 所以等于是